这个思路新观察官方上号 这个是谁的媒体啊 不知道这个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资讯交流平台 应该是个官媒啊 他说呢 他说突发哈萨克冻结了俄罗斯的资产 原因呢是俄罗斯拖欠联盟二号火箭环境影响评估费 拖欠了多少钱呢 大家说法都不一样 有人认为这就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反目了 这里有人说拖欠了五个亿 已经完全啊和俄罗斯说了再见 这个比较厉害的一个重磅消息啊 因为哈萨克斯坦始终是俄罗斯的小弟 这次叛逃了 不和他玩了 不干了啊 投向了这个漂亮国的怀抱了